现在的暑假到了不少年轻人违规改装车辆 爬爬灶装上一种所谓的撬牌 只要按下按钮车牌就会自动盖下躲避测速照相 不过要是以为警方这样就抓不到人 可就大错特错 只要遇到装有撬牌的车辆 警方就会调阅沿路的监视器 根据车辆的特征找到车主依法开罚 最高罚金可以到达6000元 再一次 好 上 按下按钮车牌自动盖下 暑假到了不少年轻驾驶 不但违规改装车辆 还装上这种所谓的撬牌 规避测速照相 青少年都是在放假 放暑假期间 所以说它的比例应该是比平常 我们在不是暑假期间 大概有一至二成左右 青春专业开跑 警察加强取缔超速 发现青少年刻意装上撬牌 想要躲避开罚 不过警察也不是省油的灯 见招拆招 不要幸存侥幸 因为现在高速公路沿线都有CCTV 不是在车路照相把号牌盖起来 然后我们这警方就找不到你 比如说它这个车灯的形式 跟它贴纸的位置 还有它底下这个黏感的颜色 警方先锁定车辆特征 在调阅沿路监视器 就是要让违规驾驶 无所遁形 装翘牌想要躲罚单 门都没有 如果不想要被开罚 最好还是乖乖遵守交通规则 记者李建和宜兰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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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